美国一些议员要求奥巴马总统敦促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释放中国两位著名持不同政见者 众议员30位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要求奥巴马总统争取释放刘晓波 刘晓波公开主张要在中国实行政治自由 他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11年徒刑 目前正在服刑 据信刘晓波很可能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 获奖人将于星期五公布 去年夏天中国告诉诺贝尔评奖机构的一位官员 不应该考虑让刘晓波获得这项殊荣 美国国会议员也在争取中国释放高智晟 高智晟是律师 其工作曾经得到中国政府的赞赏 但是后来他开始为少数民族和宗教迫害案件进行辩护 从而失去了北京的好感